大家好 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这里有我 易得投仰和家餐生 各位网友好 好了 今节又回来我们的 《亚三奇谈》系列 哇 你看 加拿大真的有这么多人 印度裔的移民 看来已经开始在改变整个社会生态了 怎样都会的 至少在Blampton区一定是会的 是 没错 尤其是留学生 留学生现在听说 都在加拿大的生活 都不是那么理想 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印度裔的留学生 他们很多想着去到加拿大 找一间学校读书 然后找份工作 找份工作之后 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继续成功成为加拿大人 接着可以带起其他儿妈姑姐 其他家人 一起成家去到加拿大 希望可以在加拿大这个国家 过上一个新的生活 只不过这样 有很多不少的印度学生 现在他们的生活 都真的不是那么如意 再加上加拿大的物价 也非常昂贵 虽然 但是印度人 发现很有想法 印度人一向都有想法 你想想 连涂车票 他都做得出的 还要放上视频 看看我用5C 握了他4元 这么便宜的东西 都做得出的 那有什么做不出 真的没有想法 我们就没有想法 他很有想法 最近有一条视频 在前身推达 现在是X的社交媒体上 变得很多人看 很多人关注 而这条视频内容 有一名印度学生 他就浪费了命 浪费了自己 拿到很多食物 去哪里拿 他就说自己 在当地的食物银行 拿了很多很多食物 回来 多到吃不完 他还拍出一条视频 说有不同种类的生活用品 除了食物之外 还有很多罐头 洗发水 油顺剂 连一些奶 什么东西都有 其实大家都不用去市场 如果是这样 不是 最重要的是 他本身是 因为没有饭 开去那里拿 还是纯粹去那里拿 这个就不知道 可能他个人真的没有饭开 他就去了食物银行 拿物资 有一样东西 为什么推断得到 他要去拿这些东西 肯定就是 生活艰难才要拿 但是有多艰难呢? 这层我们不知道 但是 他拿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他就拍了一条视频 在那里炫耀 FREE FOOD IN CANADA 很开心 你不要这样才行 因为其实 现在我们这里的食物银行 刚刚说出来 它那个不足够 今年3月已经超过有200万个加拿大人 要靠食物银行过活 是2019年的5倍 因为租金昂贵等等 这么厉害? 基本上 整个加拿大 有2400万人一年 要靠食物银行救济 如果你不是真的有需要 你去拿 基本上跟你去抢一些救济品 是没有分别的 嗯 这样 是啊 如果说我纯粹为了拍视频 告诉别人 有多艰难 就像别人欺骗 像同众 同众 去欺骗车费 做这些坏东西 是一样的 而这个靠食物银行救济的人 其实是新移民残障人士长者 儿童家庭 即是特定群体是特别需要的 这样的? 其中有70万人是儿童 其他都是低薪工作者 才需要的 噢 但他这个阿哥 又不是这么说 他就说 人人登记 就可以去拿的了 不用钱的 大哥 这些真是救济的事情 等于香港社会福利局 那些东西 我们这台Honor System 给你去拿 而不是给你濫用去拿 你拿完之后 还要让出来 到最后的结果 就会被人吵 就会严加审查 审查出错 就搞到不汤不水 这个阿哥是很瘋 这个阿哥 究竟是否有实际需要 我们不知道 但是 在视频里面 他就好像开心分享 他是这样说的 哇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拿加拿大的免费食物 因为加拿大 如果你是学生 就可以拿免费食物了 几天前 我登记了之后 就收到电邮通知 通知我来拿东西 现在我拿了很多东西 你看看我们拿了些什么 然后他在数据 有些什么 他拿了一公斤的面粉 有一袋米 有一包红豆 然后有三盒茶叶 然后还有八件细菌 八件细菌 另外也有洗头水 护发素 Dolfe的护发素 还有Dolfe的护发素 好贵的 还有 这个我不明白 为什么会放进这个构制品 是有三平的发纳 给你纳头发用的 哇 压出阿公的 对他来说没所谓 这个我觉得奇怪 你洗头水要发素 就算了 为什么要包含发纳呢 有没有必要呢 发纳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东西 是用来扮靚用的 对不对 可能是等他可以 纳你这个头去找工 对 这样 外表上 更有咨询就更容易了吧 对不对 也可能是这样 这些卫生用品都很齐全 另外还有一大包的白糖 大致上他就拿了这么多 还有一个东西 应该是麦片来的 我想是早餐吃的麦片 大致上就有这么多东西 这包东西他就很开心地拿了 继续拍一段视频 在网上和大家开心分享 到最后他还说 叫大家 如果你是学生 你也可以申请拿这些救济品 所以 然后就叫大家点赞分享和关注 大致上就这么多 但是你这么做 我不知道 到底是否给你留学生拿 你拿了你就不要让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他特意放上视频 这样说 是为了你拍视频 这样做 还是你需要这个救济去做 你是会令到很多人在那里吵 尤其是很多滚招不得眼的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说 你这些人在那里拿着素 寄生虫 那些说话 一定会说 因为你是用本地纳税人的钱 去拿这些救济 这些救济 是给有需要的人 而你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没有需要 是 吵得很紧 如果这是留学生 更加是会被人罵 你有留学生 你不是带了钱来吗 是的 你应该有足够的生活的钱 给你在加拿大留学 是吧 是的 如果他这个人是本地加拿大人 真是窮到洞了 才要来这里拿救济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呢 是会有可能 因为现在租金贵 可能他说 我在这里办公独生 我辛苦工作 但是又要交什么 吃不饱 我需要他救济 那这样我们会明白的 但是这个是留学生 留学生来之前 他不是需要有钱 等等 告诉你我有这些钱 才是你做留学生的吗 那就是 那你这样去拿救济 那对本地人合不合呢 就是这样 不过他说 他在网站登记了之后 计而这个机构 就给回一个电邮通知 叫他拿的 是别人要他拿的 那又算不算叫做滥用呢 是个审查机制出了问题 原本没有东西 你捅了出来就有很多东西 你拿着便拿 你大大声拍视频 方死人不知道 就更加生气 最恨人是这些 你自己拿完之后 如果下个想拿的话 你这样拍一条市民出来 你就炒好了 不用拿了 甚至他自己也不用再拿了 原来你这个人是这样的 其实你自己是留学生 你应该是够钱的 你就走来拿这些免费的东西 那对其他有需要的人 就真的很不公平 是的 这件事是很混帳 整件事 这些人真是 要认职 或者是为了拿视频 拿Viu 压Like 甚至是你的正职 读书 不是你的正职 怎样拿加拿大好处 就是正职 正衰工 这个人 不知道是否为了要抢Viu 要做网行 就什么都敢死 再看到另一则新闻 就是加拿大仕物银行的负荷 已经去到今年 可以说是超重 还有部分已经写到明了 不准学生去拿 但是这样写到明 反而引起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会有争议呢 因为事实上有不少学生 真的处于一个 可以说是贫穷的阶段 很多学生的财务 都是非常之恶劣 所以就有部分人认为 食物银行 是应该可以包含一些留学生的 你又怎么看呢? 你要证明 留学生也是那句 你留学生不是应该有钱带过来 你才去留学的吗? 是 如果你说本地公读生 就会明白 留学生的话 我觉得是 有些人 抱好心的人 加拿大很多这样的人 或者是什么机构 中间 沽名钓鱼 是不少的 是吧? 有好处的 那就来吧 政治上有好处 明星上有好处 就来吧 那些人不会理你 我是这样看 但我不贊成留学生 你怎么都要带钱来的 没错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生活 你怎么过来留学呢? 对 根本是说不通 怎会给留学生 你说给普通苦学生 我就会明白 给留学生是接受不了的 是的 于是乎 有部分的食物银行 就写到明不给学生 去拿食物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就是 加拿大目前已经是可以说是出现破纪录的通胀了 所有粮食物价都已经去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 很多人都负担不起 而且也因此而导致很多食物银行 人流的量创出历史新高 根据加拿大食物银行的数据 但在2024年3月就超过200万人次去食物银行领取救济 而这个数字比起2019年3月高出了成倍 多了成倍的人要用救济 用这些免费食物 其实是不是加拿大社会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 是的 因为大城市租金贵 物价高 很多人的生活水准跟不上 例如你以前找的minimum pay 和现在的是完全不同的 那个purchasing power 购买力 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罢工 工人阶级罢工的事件 所以柴莫力是息口又高 我以前打负一份工 可以供起一层楼 现在供不起 但供到一半了 怎算呢? 唯有找救济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那些人不认为阿翠都 是这样的 因为经济不好 个个都要他走 争死他就是这样的 是的 也因此 导致很多留学生 本身初初可能早几年 能够可以去到加拿大 以及带来的资金也很紧绝 慢慢紧可以生活到 但是过了两三年 通胀飙升得这么厉害 可能因此而导致部分留学生的预算 就失去了 所以使得连留学生 都需要拿这些免费的食物救济 但是有些食物银行就写到明 不让留学生去 亦都因为这样 竟然都会在当地 引发到颇为大的争论 究竟留学生是不是都应该要给他呢? 因为事实上 过去这两三年 真的贵了很多 钱又带得少 是不是要再问妈妈拿多些呢? 那你整条数据出来 都是那句 我也是那句 短短一段时间 有二百多万人用 你本地的都比较困乏 你很难再去帮其他人 我不是说什么 现实是一个残酷的教师 有时候你做不到 你又做不到 有些事情是硬来 大佬都在垃圾头 做不到大财 我明白 很多人是需要帮忙 但是你也有轻重急忙 你自己本地人都搞不定 你很难搞 尤其是 你那个是一个 我是这样说 你那个是一个留学生 但是我们本地的学生 又怎么计算呢? 本地苦工读的学生 又怎么计算呢? 因为如果你说我食物银行多多钱 或者是小人用了 可以帮忙 那就帮忙 帮就帮忙 但是现在说你不够 你不够就要选取 不可以揽好 很难揽好人 大哥 也对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也认同 但是对一些窮困的留学生 看一看 现在 去发展到今时今日 我想加拿大已经不适合人去留学 如果你财政没有那么充裕的话 去加拿大留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奢侈 奢侈 但是我明白有些人来留学 可能是为了个PR 对 就好像之前我们分享一节 就是Tim Horton 这间咖啡店 一个职位 也有三千多人排队 赚崩头 可想而知是多么恐怖 一个这样的事应 只有这样的职位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呢? 对 生活真的很困难 不过 虽然加拿大生活这么困难 但是有些人仍然很快乐 我们又回来看看这个Brampton市 又是Brampton市发生什么事? 其实是否很乱乱呢? 有空可以去实地探索一下 我会去的 我会去的 稍后放假去看看 真的 现在有新闻指出 在当地Brampton市 其中一个MORE的停车场 那些购物商场 外面的停车场 每晚都有人在 有缝大喇叭 又在停车场里 捏车 在片弯 在drifting 在飘移 什么时速 激情 速度与激情 速度与激情 对 Fast and Furious 这麽糟糕 那厉害到是怎样呢? 每晚都是这样 就是过百人聚集 每晚都是这样 很飘嘈 我猜不到 原来印度人都喜欢玩这些东西 或者印度人 还是去到加拿大 就染了西人的杂气 就像人乘机乘喇叭 玩车捏车 不奇怪 因为我记得 当年我刚刚来到 其实有一批有些钱的留学生 香港留学生 每晚都会去一个 都可以说 Club 300 的保龄球场 聚集 然后就练车 一路就开快车 因为他那里想去高速公路 兜落灯滩的回来 就赌快车 那是胜地 很刺激 是呀 你会说什么 Revolution 3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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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5 E4 E5 E5 E4 E5 警局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 发了一条贴纸 叫大家不要再这样做了 但底下有不少留言都说 这些人仍然存在 而且令到当区相当厌烦 但这些这么大的问题 其实是否警察方面不够人手呢? 为何还是这么狼死的呢? 就算有这么多票控 都仍然存在的呢? 我们等会做一节 这里的警察总长在这些司法系统 我一头骂了那些家伙 那头你法庭就放了他 你没有搞错? 我怎样做事? 就是这样骂他 这个就是问题 法律不够厌 就算警察执行力多好 一抓了人去到司法部份就放人 是的 有时候我拉了来 落了岸 那排期 一排有几年了 你上庭也要几年了 大佬 那 我叫他保释 保释那些年轻人 我家里有钱 踩你 踩你发牛逗 又再玩了 不是个个学生都窮的 有部份都是搭水的 可以捏车 如果以我理解的 可能有些留学生 老爸老母不在 不是个个有老爸老母在 有些是比较苦一点 但更加多是有钱的 这些可能是有钱的 就不用去出来捏车 可能是去食物银行拿鸡 有钱一点的 就买一辆车出来捏一下 跟朋友 而且多人都 竟然有三百多张的票控 在一个地方里面 都是挺夸张的事 太过分了 他们通常做什么呢 在一个停车场上 你晚上就没有了车 没有车停在 他们整班人就 去停车场 接着在那里表演飘移 表演飘移 不停地打圈就打圈 中间有几个人很开心 很伤态的 有钱就不怕了 玩完一晚就换个条态 有钱真任性 但是因为这些行为 搞到当区 每晚都鬼杀地吵 真是很 扰人清蒙 很令人烦烟的事 好了 今节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节再分享其他话题 拜拜 拜拜 拜拜